主料,樱桃300克,辅量,琼芝5克,水250毫升,白糖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琼芝要先放入冷水中泡软,目的是让琼芝中的加分子完全展开,这样便于以后的煮熔,充分浸泡半小时,这样能吸收大量水分,完全软化, 之后再把水分沥干为用,在浸泡琼芝的同时,将新鲜樱桃洗净,去投,用刀削小火肉,去喝哈,然后切小口,可以加白糖用盐摩基打成樱桃火肉,也可以用水助成果汁,我是煮的,加入适量水,每货果肉表面即可,用中火慢慢煮到锅肉变软,加入冰糖,转小火煮至糖化开,果汁变得浓稠即可, 在果汁变得浓稠后,可以将温柔又漏往溢出,再次将热果汁,放入之前煎好的琼芝,用小火慢慢煮至琼芝完全溶解,去一个干净的容器,内壁包上保鲜膜,或者涂上一层均匀的色拉油,将琼芝将倒入盒子中,放进冰箱冷藏,烹饪技巧,琼芝一般成白色透明的条状或本状, 需要热水加热后才能溶解,琼芝有个特点就是煮的越小越软,一般比例琼芝和水一克,100毫升,120毫升就是达到凝结饱和的比例,温度,在自15度以下时开始凝结,成品的口感较脆,也比较硬,不是很透明,但是温下也不会溶解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